都开始罢工了 院长开个新闻发布会把我们都卖了 都开始罢工了 院长开个新闻发布会把我们都卖了 各位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希特勒视角 那么今天呢 想和各位友友来聊一聊 几个集中的新闻 一个呢就是关于东航否认了第二个黑匣子被找到 另外一个呢就是上海的一个女护士 非常不幸的因为哮喘病的发作 被自己的医院以防疫为由拒收 最终不幸隐命的这样的一个新闻 这两个新闻实际上它有着非常密切的这种联系 为什么这么讲呢 就是东航日前发布了 说一个道歉函 他说由于我们的工作失误 核实相关事实 不严谨 今天上午错误的发出了关于找到第二个黑匣子的失实消息 特向读者 郑重致歉 这是中国民航报社的一篇致歉函 那么在之前 他们宣称已经找到了第二个黑匣子 大家都知道 黑匣子是整个飞行器当中最关键的一个东西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一旦出现飞机的故障失事的情况 由于它的设计当中的这种耐高温耐潮湿的这样的一种设计 是它即使在非常剧烈的爆炸火灾当中都不会受损 或者在水下都不会受损 长时间的可以保留 便于后期在事故追踪的时候 可以对相关的事故原因进行客观的分析 这也是找到坠机原因的最直接的最重要的一个证据所在 因为包括整个飞行员与塔台的之间的沟通 所有相关的飞行数据 飞行员他们的通话录音 包括自己在机舱内的讲话的这些内容都会被记录下来 那么本来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 那么结果被中共搞了这么一个乌龙 那么也使外界不断的质疑 到底是折尔复失呢 还是为了掩盖真相 就把第二个黑匣子索性隐藏起来了 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从这个外界的质疑 我们就可以知道 中共它是一个 为什么我觉得中央党校的前教授蔡霞老师讲的那个观点 我很认可就是这是一个破产的极权政权 这个破产最核心的破产不是你的财产上经济上的这种破产 而是你的信誉的破产 就像我们今天看到 俄罗斯受到了西方的制裁 这个国家 它的货币不在值钱 它的股票没有办法交易一样 实际上并不是说 它那些个上市公司 它的生意已经一落千丈了 并不存在这样的情况 并没有瞬间被打回原形 而是因为对投资者而言 最核心的东西就是你这个公司 是不是还有信誉 还有信用 我对你有没有信心 公司如此 国家也如是 就是对俄罗斯之所以 大家不会在那里考虑投资的问题 除了制裁的原因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对这个国家 它不再有信心了 你的国家也没有信用了 在国际上 所以中共也是这样 它的信誉在全世界几乎是破产的 除了那些脑残和粉红的 还在相信之外 那么可能有的有有会说了 你现在不断的在黑中共 认为中共是一个造谣者 是一个撒谎者 你的证据何在呢 实际我觉得证据很简单 我们就是像一个人 他长期的撒谎 一贯的不讲实话 每天谎话连篇 那么然后再出现了一个 大家有争议的问题上 大家会觉得他在讲实话吗 最简单的道理 面对着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 他们堂而皇之 明目张胆的 就把这样的一个侵略行径 当成是一个所谓的军事行动 在联合国全世界 所有的人几乎都看得很清楚的情况下 除了那几个邪恶的政权 就是中共睁着眼睛 就愣说这只是一个军事行动 睁着眼睛说瞎话 然后为普京背书 从开始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开始 就一再的说 美国在诋毁 在丑化俄罗斯 根本普京就没有准备打仗 没有准备入侵 所有的这些个新闻 连播 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 去找一找 自己就会知道 中共是怎么样面不改色 心不跳的在撒谎 而今天这个事情也一样 我总说撒谎者最大的问题 是当他信誉破产之后 有一天他讲实话 也没人相信了 这其实就是很像我们小时候 学过的那个故事 狼来了一样 就是你谎话讲多了 你别人真的有狼来了的时候 别人也不信了 中共可能有一天也会觉得冤枉 明明这个事情就是这么回事 为什么当我去宣传 当我们去所谓的曝光真相的时候 没有人相信的原因很简单 就是我一直讲的 你过去一贯的撒谎 所以今天没有人可能再相信 你不是在撒谎 那么这个黑匣子 为什么中共要隐瞒呢 大家可能有这样的一个质疑 就是中共在所有的问题上 一定要把自己的责任撇清楚 它是一个伪光正的形象 比如说我们现在所有的这样的一个 合理的 我们说逻辑上能讲得通的一个方向 就是现在目前 由于东航他在机械的维修上为了省钱 而不到美国波音公司去维修 自己大胆的 所谓的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自己在技术上不行的情况下 贸然的去所谓的维护 保养这个飞机 可能是导致这个飞机失事 最重要的原因 虽然东航的董事长讲 说在新闻法博上讲 东航在这个维修的这个费用上 并没有偷工减料 而且还是在上涨的 有每年有百分之十几的这样的一个增长 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所谓的偷工减料 不代表着意味着你这个 和你的之间的所谓的 我的这个维护保养的费用 在增长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什么意思 你这个维护保养的费用增长了 有可能是被你董事长贪污了 有可能是被中间所有的人瓜分了 而不一定用在了所谓的这个飞机的保养上 即使真的用在了飞机的保养上 因为你们的愚蠢 由于你们的专业度不够 可能采购了不适合的这种零部件 很多的钱被浪费掉了 而飞机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 这样的一个保养维护 这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 不代表着说我的投入少了 我就一定是投工减料 我投入多了就一定不是投工减料 这是一个逻辑上的一个谬误 所以但凡有一定头脑的人 都不会相信这样的一个宣传 所以他们掩盖这个 所谓的一直在宣称 我们的黑匣子有可能受损 上来就要讲这样的话 核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自己 为了将来掩盖真相 做一些铺垫 当他们如果发现所有的证据 通过数据的分析 发现 这个责任好像不在于中共 他就可以堂而皇之的说 黑匣子找到了 没问题 直接的证据是什么什么的原因 可能是本身飞机的问题 就把责任推给波音 那么由于波音公司呢 一直是中国最好的 最要好的这样的一个朋友 因为这个中国市场是巨大的 是波音最重要的客户之一 所以波音在美国国会 一直帮助中国在游说 一直在帮助中国在关说 包括中国当初的入市 也是因为波音的游说导致的 美国的前国防部长 还在波音担任董事 所以呢 我们可以清楚的了解到 波音和中共之间 它是有着千丝万蕾的这种联系的 他们之间的这种合作 可以说是亲密无间的 但是在这个事情上 波音的专家已经介入了 会不会在这个问题上 那个秉公的宣告真实的情况 我们不得而知 假如这里边有一些黑洞 可能就是东航 自己由于他们的技术不过关 导致的这次事故的话 中共是百分之百的 会让黑匣子消失的 所以黑匣子得而复失也好 失而复得也好 都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中共所有的宣传 还是那句话 没有人会相信 那么同样的是东航 因为东航本身是 是上海的一个公司 它是合并了几家公司以后 组成的这个东航 那么我们要知道 这个本身呢 上海最近还出了一个 非常令人扼腕叹息的 这样的一个事情 就是上海的一个女护士 因为哮喘病复发 结果导致了 她本身 最后 自己不幸的 自己不幸的隐秘 而这个隐秘的本身呢 就是完全的 因为我们的防疫政策 出现了重大的问题 这个护士呢 是3月25号晚上 她自己发生了 叫喘 结果在自己工作的医院 去求救的时候 因为自己的医院 她当时的急诊 已经在封闭的状态 不接诊 那么 因为防疫的要求 现在所有的上海的医院 都不再接诊 所以很多的刺身灾害 就不断的发生 这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起 结果她的哮喘发作 这个工 她自己工作过的医院 她工作了20多年 那么 没有办法 去接诊 她就辗转的 又去了其他的医院 都被拒 最后好容易有一个医院 收治了 但是因为时间过久 结果最后 不幸 罹难 那么这件事情 引发了网上的 剧烈的踏伐 因为特别是当时 包括 打120都打不通 那么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就知道 中共的防疫政策 有多么的非人性 其实现在综合的判断 就是这种 奥米克农病毒 导致的死亡率 远远的要低于 流感的死亡率 这不光是外国专家 给出的数据 包括中国专家 自己也都承认 但是 即使是这样的情况下 为什么 还要进行 这么劳民伤财 这么没有人性的 这样的一种 去防疫呢 就是因为 这个防疫的 清零政策 是习近平定下来的 没有人敢于 对这个政策 进行去挑战 特别是日前 在17号的时候 中共中央 政局常委 特别的指出来了 在防疫问题上 绝对不能踪陷 把责任要压实到 所有的个人 这就进一步的导致了 那些本来觉得可以 通过科学防疫 解决 现在目前 所谓的奥米克农 不断的 在流行的 这样的一种状况 情况下 还要恢复到 全面清零的 这个政策本身 我昨天在我的节目里 好像也提到了 我的一个上海的朋友 他现在就被封闭 在自己的小区里 在家里 也是苦不堪言 觉得不断的骂街 认为中国的经济 已经没救了 就像张明教授讲的 面对着这么多的失业 面对着这么多的企业倒闭 我们看到的 还是一片经济向好 所谓不是看到 就是我们的报道 都是一片经济向好的情况 这的确是令人匪夷所思 这也是让人觉得 我们的这个世界 生活的这个世界 是一个非常魔幻的世界 这个护士本身的殒命 引发了包括他的同事 所有的这些个 医务人员 他们极大的反弹 他们极大的反感 但是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 更大的关键 在于这个 我们的中共的宣传上 竟然有一个题目 昨天我看到了 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在搜狐的新闻上 他们做了修改 竟然无耻到这个题目 写到了上海某户事 因就医不及时导致云病 题目是这样 当然它里面的内容 还是基本上还原了事实的本身 但是你光看这个题目的话 你就会觉得 特别想把这个写这个报道的人 过去直接的扇他两个耳光 为什么呢 这个题目你看上去 好像就是说 他自己得了病 没有及时去看病 导致了结果 是他自己的问题 而不是因为这个恶的体质 邪恶的体质导致 今天我们看到 这么这么多的这种次生灾害 在中国从西安 从武汉到西安到河南 一直到了今天 到了上海 不断的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么我们还在坚持着 一个所谓的社会化清零的 这么一个愚蠢的政策 这难道不是习近平只恶吗 孙春兰在陕西 当时考察的时候 已经在说 不可以拒绝救治这些个 生命垂危需要救治的病人 因为本身防疫本身 就是为了救人命的 结果你导致人命不断的消亡 那你和当时所谓的防疫的目标 就引背道而驰了 但是为什么下边没有执行 这样的一个所谓的 一个副总理的指示呢 原因很简单 我不救一个人 最多落得的是一个 所谓的道义上的被谴责 如果因为我救了这个人 导致了感染数量的增加 可能我的乌纱帽就没了 在中国的这种体制下 对一个官员来讲 他宁肯忍受着道德的这种拷问 民意的这种压制 他也不愿意丢掉乌纱帽 因为他拿到这个乌纱帽 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他就是通过各种的撒谎 自己放弃自己的底线 放弃自己的人格 一步步爬上那个位置 如果他没有了这个官位的话 他又重新的要回到零起点 而他奋斗的这个过程 实际上也是非常的艰辛的 是我还是讲出卖了良知 出卖了肉体 出卖了灵魂 能够拿到这样一个位置 所有的中共官员 其实都一样 并没有说谁是所谓的 那个独孤的在暴雪之下 血栽之下有一片雪花 他是清白的 没有 没有一片雪花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体制就是这么打造的 它就是扭曲人性 所以就是一方面他们撒谎 一方面呢 也认为别人在撒谎 然后呢不断的去诋毁 不断的去抹黑其他的这样的国家 就像我们看到的 现在目前外交环球时报 又引用了所谓的英国的 一个不入流的小报的报道 说整个的这次的 新冠流行 就是因为美国 包括莫德纳公司 他们导致的这个 制造的这个病毒 就为了赚钱 这样的环球时报 坏球时报 作为一个人民日报的一个子报刊 它做这样的一个舆论的导向 无非是继续的气红那些脑残美 但是如果但凡有一点独立思考能力的人 大家就可以想一想 我觉得有的一个网友提了十个问题 我觉得提的非常的尖锐 提的非常的好 第一个问题是 如果是美国投毒 为什么美国死亡人口全球第一 第二个问题 如果疫苗有用 为什么接种率最低的非洲国家 全世界的死亡率也最低 第三 既然疫苗防止新冠的作用 还不如人体的自然免疫力 为什么还要接种疫苗 真正的目的何在 第四 为什么两年多来 没有听到过一次某某机关单位 出现阳性被封的小区 第五 门坝手上就可以检测出病毒 为什么一定要给人伸喉 也就是同嗓子养 第六 既然美国是全球第一抗疫失败国 中国是全球第一抗疫成功国 为什么中国还要进口美国的辉瑞之药呢 第七 如果辉瑞的新药有效果 为什么美国还能是全球第一抗疫失败国呢 第八 如果辉瑞没有效果 那为什么还要进口呢 第九 既然人人需要保持社交距离 为什么十几万人挤在一起要做核酸呢 第十 既然敢让大家聚集在一起做核酸 就是假定全部人没有病 既然全部人都没有病 为什么还要去做核酸呢 其实这十个问题并不是真正的单纯的去对中共的防疫政策进行质疑的 他是把所有的全球的这个防疫当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他进行了一个高度的概括总结提出来的质疑 包括对美国的质疑 那么这些质疑我认为是一个有独立思考的人都应该质疑的问题 因为所有的事情都基于到一个是真相 一个是逻辑 那么如果我们现在不探究真相 不讲究逻辑 就会造成中共说什么 有些人就信什么 就像我看到一个网友在推特上讲的抱怨的一样 他说他跟他妈妈在沟通的时候 通过微信在沟通的时候 这个网友在美国 这个推友在美国 他说他跟妈妈在通信的时候 视频的时候 他妈妈讲 我真的 因为他在美国 他说跟家里抱平安说我们到美国了 他妈妈就讲 我现在听到美国两个字 都感到恶心 都不愿意听到美国两个字 他自己感到非常的挫折 他不知道到底美国得罪他妈妈哪些了 他妈妈也没有去过美国 其实我想说 这就是中共这种坏球时报之类的新闻联播 给中国人造成的这种精神上的这种伤害 他已经的 他整个的大脑已经被全部的污染填满 美帝是如何的亡我之心不死 包括这次的东航的空难 也认为是美国人搞的 所有的坏事都是美国人做的 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立场 你这个真相就已经不复存在了 我在日前 因为休假 上周五在休假的过程当中呢 和一个在留学的海外的留学生 我们正好呢 在一起 在一起呢 他读了硕士 对中国的历史的知识也比较的了解 但是我们从在飞机上 一直到后来坐轮船 甚至在酒店 我们大概争论了 大概有至少加起来 得有六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一直没有办法 说服对方 接受自己的观点 他就是一个典型的 超级的 所谓的爱国者 他就假定了 中国 中共和美国 其实是五十步校百步 都是黑的 都是坏的 都是没有任何 所谓的公益良知的 整个的这个世界 就是弱弱强势 整个的这个世界 就是靠拳头说话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 是有道理的 中共现在的所有的这些做法 也都是有道理的 所有的这个防疫政策 西方就是不如中国 历史上 所有发生的这些问题 都是基于到 站在统治者的这样的一个角度 他们必须采用的一种手段跟策略 包括文革也好 你跟他讲文革 他就讲美国屠杀 印第安人 你跟他讲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作为一个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 是对社会 整个的世界秩序的破坏 他就跟你讲 这个秩序是美国制定的 本来就不合理 所以聊来聊去 当我们分开了 休假结束了 我在想 这六个小时 我们的争吵 有没有意义 我现在想 他既有意义 也没有意义 为什么呢 如果说他有意义 就是我们各自 再一次的重生了自己的观点 也开始我在思考 站在他们的角度 是怎么思考问题的 如果说没有意义 就是说 我还是最早讲的 你面对着一个信仰 基督教的人 一个伊斯兰的一个人 你是很肯定很难说服对方 改宗教信仰 伊斯兰教 同样的道理 一个基督教的教徒 去说服伊斯兰人 改换他的宗教 也不可能 大家的立场完全的就不一样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 就是因为他已经先入为主的 接受了中共的那套洗脑宣传 他不愿意再接受新的东西 所以面对着黑匣子 说找到了 他相信 说黑匣子丢了 他也会相信 说上海的护士死了 他就认为这样的事情 在美国也会发生 在中国的发生很正常 因为为了更大多数人的这种 所谓的保住更大多数人的这种命 这个防疫 这是要付出的代价 所以基于到这样的一个底层的 这样的一个逻辑 所以这种争论 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所以在我看来 立场 他可能决定了 你所有的这种世界观 你的所有的认知 所有的这个出发点和逻辑 好了 今天和各位友友就分享这么多 谢谢你们的收听收看 请点赞订阅转发支持我们的节目 谢谢